你打我干什么呀 谁打你了 谁打你了 你以为是 何万老人 竟使出如此下流的伎俩 方老实点 免得不自在 你以为 贵头蛤蟆眼的 我一看你就不是个好东西 是是是 和珅 何莫在 我问你 你把袁中正弄哪去了 袁中正 没听说过呀 他是谁呀 我说你有病啊 他不说实话 你打我干嘛呀 和珅 我再问你一遍 袁中正究竟被你们弄哪去了 不是 我实在不知道袁中正这个人 打死我呀 何大人 你打死我呀 这老东西 你有病啊 你你真是有病啊 你眼睛不好使 你手也不好使 你怎么老打我呀 他是你的臣子 养不教父之过 你这做皇上的 还不应该替他受些教训吗 我 你 我 我说你 你这大东西 你 我告诉你啊 你打我可以 他绝不能伤着皇上 打我吧 我说你有病啊 你是老年痴呆呀你 你把我当皇上啊 你看我像皇上嘛 真让人笑话死你了 皇上啊 奴才是感同身受啊 当然得心皇上身上 疼在奴才心里 不过皇上放心 有我在 就那儿的老奴 上你一根好毛 哎呦 还没上一根好毛呢 不是皇上 那真是 我不懂他可以 只要你说出 袁中正的下落 袁中正 我知道有这么一个人 他是袁中患的余孽 现在不过已经被 九门蹄都关在天牢里了 我让你放人 放人休想 何事 你 你敢行似皇上 你就不怕灭九族吗 嗯 好好好 嗯 那就这样 老英雄啊 我 这就去放人 但是你 你千万不能伤着皇上啊 你先去放人 等见了袁中正 我自然会放你的主子呢 哎呦 我给您作意了我 我刚才 我刚才诊断错了 我说您是老年痴呆 您哪是老年痴呆呀 你打生意来就是痴呆呢 你还以为我是皇上啊你 你说对了 我确实是个痴子 痴心之位元大将军 那好那好 皇上你先忍忍 我我去去就来 我也是 韩顺 你再敢耍真使诈 休怪我伤害你主子 他要不使诈 他叫怪的 不会的不会的 我这就去放人 这就去放人 你先忍忍皇上啊 快去吧您 哎呦老英雄啊 哎呀 何大人 您您怎么来了 是这么回事 本官已经发现了 袁冲坏与党的首要分子 他们就要采取 对皇上不利的行动 在哪儿 就在那个弘历家里 还不快去 是 何神此人狡诈多变 你还是先离开这里 我在这里应付他们 我怎么能把您 一个人留在这儿呢 你先走一步 等他们将领尊释放后 回号有个基因 让开 让开 快点 我们给你来了 让开快点 快跑啊 快让开 让开 快 快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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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 开门 给他走 开门 开门 再开门 老子就放我烧了 你让他们退避 我说你这老头 你脑子有病啊 你动脑子行不行 我要是他们主子 他能不能这么大动干哥吗 他们 和善 我数到三 你退是不退 你看看 你看看 是不是 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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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杀 就杀我吧 走 追 大人 大人 这个贺神真是胆大包天 明明知道他的主子在我们手里 竟然还敢弄道强 我也觉得其中必有蹊跷 阿伯 向民叩见皇上 平身吧 谢皇上 今晚拿回来了吗 皇上啊 托您的福 弘历我今天差点就见不着您了 不要危言耸听 问你今晚拿回来了没有 是 是 这什么东西啊 这就是那个金碗呢 权怪大梅一时贪心 他找了一个金匠 就把金碗融成一个金元宝了 不过橙色一层没手 会信皇上您颠颠 这什么东西啊 来人哪 小黑 你那去去把那个大梅给逮来 让他在宫中为奴 让他赎罪 这 皇上息怒 皇上息怒 陛下息怒 没了今晚 张景发是否如期出发呀 走走走走 真不想看见你 走 皇上 小的还有话跟您说呀 滚滚滚滚滚滚 皇上不想听 可是我人 走走走啊 快走啊 好了 出去出去小的 走啊 走 吓死我了 夫人 怎么了 你上哪儿去了 我刚才在厨房洗菜 突然想到 卖菜的少给我一个通版 所以我就找他要的回来 不好意思 耽误您午饭了吧 没事 没事